剛過了農曆新年 踏入春天又到了賞花的好季節 機館公在機場附近的古遙公園 種植了二百六十棵黃花蜂苓墓 給圖仁欣賞打卡 如果你也喜歡拍漂亮的照片 千萬不要錯過了 我們早就來到 遠處已經看到不少遊人 圍著花拍照 有情侶, 有一家大小 大家都春風滿面 今天是特意來看花的 我在葵中進來 我想還未開完 不過現在也相當不錯 很漂亮 不過比上次開得不夠 未有完全 所以也期望可以再來看 是嗎 即是去年也有來看 對, 上年開了兩邊很漂亮 今年也開得很漂亮 不過只有單邊 是 所以期望下次再來時 花可以再開一點 特意來看 在網上看到她說她剛開 我們來看 應該要足夠時間 不是開很久 我聽說還未開 可能還要再一、兩個星期 我聽阿叔說 往年再開得更好 大家比較容易理會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隨時來 沒有去年那麼多 但很大波 旁邊像是 人生穿了 我要去我 我可以為而不及 這是 Mother 姐姐 pueda 大約好 用畫筆記錄下春天的美景 我們一群人一起來寫生 還有其他朋友 那裡還有朋友在那邊 今天畫過風鈴 我們特地進來東沖 也是在網上知道 看到人們拍攝的照片很漂亮 今年她說還未開完 去年很漂亮 今年可能未能夠時間 那個管理員說 叫我們遲三、四天來 可能會比較盛況 其實想看美景和花打卡 又不一定要進到機場那麼遠 全港都有不少地方 還有黃花、風鈴木 好像城門河第一海濱花園 天水圍公園和城門谷公園 但我們今天去到其中一個熱點 南昌公園 花就好像未開完 這種花期比較短 大概只有十天 想打卡拍照的朋友要把握機會